这本独卖新闻5月5日发表题为 美国内向动摇世界秩序的文章 作者是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竹森俊平 美国推动制造业向国内转移 这引起欧洲不满 并将对世界政治和经济体制产生重大影响 美国将产业政策视为遏制中国的手段之一 旨在通过拉大美中技术实力差距 让中国军事实力处于劣势 针对尖端半导体 美国出台芯片与科学法 对本国半导体行业发放补贴 并禁止领取补贴的企业在中国生产 针对正与中国开展竞争的电动汽车等 美国出台通胀削减法案 对在北美生产的汽车提供巨额税收优惠 关于上述产业政策 美国与盟国可能存在利益不一致的地方 而这主要围绕两个方面 将中国技术限制在低于美国的水平 通过发放补贴 让尖端产业回归北美 关于第一点 美国政府内部就政策目标存在对立 即实施什么样的限制 是仅限于尖端技术领域的限制 还是旨在让中国产业 整体陷入衰退的广泛限制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近来在演讲中警告称 如果目标是让中国产业衰退 则会给世界经济带来破坏性影响 在美国如今在这种政治状况下 耶伦的意见并非主流 但欧洲对耶伦的表态表示欢迎 因为中国产业的衰退也不是欧洲所乐见的 关于通过发放补贴 让尖端产业回归北美这一点 美国已经与其他西方盟国产生利益冲突 欧洲国家及日韩等国政府认为 美国过度优待国内制造商 对盟国汽车产业造成巨大打击 要求美国政府调整政策 马克龙甚至指责美国实施的产业政策 导致西方分裂 但美国国会希望支持本国产业发展 强烈反对政府调整政策 很多人从经济角度对美国的措施进行批判 认为相关措施威胁自由贸易体制 导致美国产业结构扭曲 即使从军事安全保障角度看 美国的亚洲盟友也不能从中获印 假设美国通过发放补贴 让亚洲供应链中对美国经济而言必要的部分 改为在北美生产 那么亚洲供应链的经济价值 对美国来说会降低 美国在亚洲进行军事防卫的必要性也会减弱 这相当于向中国释放出美国放弃亚洲的信号 拜登政府可能会这样辩解 为了防止特朗普在下届总统选举中获胜 当前有必要实施让美国独善其身的政策 但是如果美国为了总统选举而采取无原则的行动 则以美国为中心的秩序本身可能也会岌岌可危 美国的政策须有值得盟友信赖的正当性 若做不到这一点 那么认为有必要制定自主战略的盟友将不止法国一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